结婚那天 七岁的小舅子将我坐的婚车划了得稀巴烂 我进茶的时候 他居然把鞭炮扔进我的衣服里 我气得要揍人 女友却将他护在身后 说我一个大人 还和孩子一般见识 后来我带着车队走人 这婚老子不结了 没想到 却炸出了女友的惊天秘密 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 一大早我就带着伴郎团 喜气洋洋的来到了丈母娘家 单元楼门口围着很多街坊邻居 我拿出准备好的喜堂发给了大家 我重新装饰了一下 你看怎么样 我回过头一看 差点气到吐血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婚车上的装饰全部被捣咕烂了 气球被砸的一个不剩 花环也被扯了下来 更可恶的是 车身还被划了个稀巴烂 这可是我花两万块钱租的车队 为首的婚车更是一辆兰博基尼的厂房跑车 你这个臭小子 敢坏我的大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一把拽住了肇事的小孩 你打我一下试试 我不让我姐跟你结婚了 你这个丑八怪 这孩子并不是别人 而是我未来的小舅子 今年刚满七岁的柳孝天 我恨得咬牙切齿 眼看着巴掌就要落到这小子的头上 我的手被拉住了 杰哥 算了 算了 今天是大日子 别和孩子计较了 咱可不能过了及时啊 是啊 这是新娘子的弟弟 闹太僵了不好看 杰哥消消气 纳车的事 大不了结束之后 多赔几个钱 几个好哥们拉住了气血上涌的我 哼 就知道你没这胆 敢娶我姐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柳孝天见我松开手了 扔下这么一句话跑开了 算了 他就是个被惯坏的熊孩子 别和他一样了 按正事要紧 我压住了心中的怒气 在好哥们的簇拥下 走上了楼 此时我还不知道 忍一时 未必风平浪静 房间里 女友柳如烟已经打扮好了 正端坐在床上等着我 我看到漂亮的女友 刚才的怒气一扫而光 为了不让她担心生气 我也没有告诉她婚车的事情 只是让我其中一个哥们 联系租车公司 争取快点换一辆车 李杰啊 我们的宝贝女儿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好好对她 赵母娘说着掉下了眼泪 妈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如烟的 妈 您喝茶 我和如烟一起跪下 给岳父岳母敬茶 我这个岳母可是一等一的好 当初谈彩礼的时候 本来说的是二十万 结果我爸爸骨折了 需要做手术 花费有点大 所以婚礼可能要延期举行 赵母娘一听 立马把彩礼降到了十二万 说我家正式用钱的时候 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计较 之后还提了水果礼品 让女友带着来医院看望我爸 我妈知道了 直接和赵母娘 称姐倒霉地叫了起来 我和女友有时候闹别扭 每次都是赵母娘在中间调解 可以说 我们俩今天能结婚 有赵母娘一半的功劳 看到网上那些 因为争彩里的狗血事 我很庆幸 自己遇上了这么名市里的岳母 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 岳母的名市里 也是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的 接好茶之后 岳母就递给我一个大红包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叫做改口费 不过 还没等我接过红包 我的脖子里 就被人塞了一个什么东西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的耳朵边 就传来了编炮的声音 接着我的后背 开始灼热的疼 原来 有人在我的衣服里 塞了编炮 我回过头一看 始作俑者柳孝天 正站在我的身后 怎么样 我说过 我会让你后悔的 哈哈哈哈 编炮的滋味好受吗 他指着我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心仇家就恨 这次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揪住柳孝天的衣领 上去就是俩大耳瓜子 李杰 你疯了吗 这可是我弟弟 柳如烟冲了过来 将那小子从我手里拽了过去 你没看到 他刚才在做什么吗 还好这是鞭炮 要是换个炸弹 一屋子人都得陪葬 我顾不得后背的疼痛 气得和柳如烟争辩辩了起来 你这孩子 也太不知道轻重了 今天可是你姐的大喜日子 怎么能这样吗 丈母娘也拉住了柳孝天 严厉地批评她 哼 我姐结婚 你个臭小子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丈母娘气得就要找棍子去 妈 你干嘛 不就是一个鞭炮吗 小天就是个孩子 我安心大 你们和她一般见识干嘛 柳如烟拉住了气急败坏的丈母娘 姐姐 救我 救我 柳孝天一下子钻在了她姐姐的怀里 小天 没事 姐姐在身边 谁也不能伤害你 这一幕 好熟悉 我和柳如烟是相亲认识的 我俩确定关系后 我第一次登门拜访 柳孝天就对我态度恶劣 她先是反锁着门不让我进去 后来终于开门了 她却对我又打又踢 我拿出了专门为她买的礼物 她却连看都不看 直接连箱子一起扔到了门外 念着是第一次见面 我也不好发脾气 只能一忍再忍 结果吃饭的时候 我做了一屁股的图钉 还好当时做得轻 没受伤 但是还是吓了我一跳 一个年轻六岁的小孩 怎么有这么歹毒的心思 丈母娘当时提着棍子就要揍柳孝天 柳如烟也是这样将她护在怀里 说她年纪小不懂事 柳如烟今年27岁 她弟弟7岁 两人相差了20岁 虽然差得多 但是他们感情非常好 当时我觉得 丈母娘老来得子 应该是把这个孩子宠坏了 现在看来 柳如烟对这个弟弟 比他妈妈还要宠 以至于每次我俩约会的时候 她都要带上柳孝天 约会的地点 自然也都是市里的各大游乐场 还没约几次 柳孝天就和我各种不对付 第一次惯着她 第二次第三次我可忍不了 柳孝天见我不好拿捏 来了几次 自己不来了 否则我感觉我和柳如烟 也走不到今天 小李啊 你看这孩子不懂事 妈替她给你道个歉 你快带着如烟上车吧 一会误了及时就不好了 丈母娘看着那俩人叹了一口气 转过头来让我继续忍 妈的 老子今天这口气 就是咽不下去了 怎么上车啊 车都被划烂了 开不了了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什么 车怎么划烂了 丈母娘着急的问道 那得问问您的好儿子了 我转头看向柳孝天 你把婚车给划了 丈母娘立声问柳孝天 哇 柳孝天这小崽子居然哭起来了 妈妈 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看着那车挺漂亮的 想在上面画的心 送给姐姐和姐夫 这小瘪独子 一边哭还一边看大人的脸色 分明就是在胡扯 你便故事骗谁呢 我瞪着柳孝天问道 行了 她才七岁 怎么会说谎呢 再说了 婚车划了就划了 干嘛对一个小孩子这么凶 柳如烟居然反过来斥责我 不是那可是我坐的婚车啊 那又怎么样 彩礼钱我家只要了12万 剩下的8万块钱 够赔你的车钱了吧 柳如烟居然这么说 我本来就想让柳孝天好好道个歉 杀杀她的嚣张气焰 谁曾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被柳如烟这态度一刺激 我的绝境也上来了 8万是够赔车钱的 那我这身衣服呢 我这精神损失费呢 谁给我付 我的衣服是花了3万块钱定制 还等了一个月的高端西装 为了赶上婚礼 还专门找了熟人插了个队 本想着能体体面面的结个婚 没想到 就这样被那的小崽子给毁了 这口气谁想咽谁咽 反正我咽不下 小李啊 你看 是我教子无方 真是对不住 看在我的面子上 咱先把婚礼举行了 小天我一定会好好收拾她 到时候给你的交代 丈母娘一脸抱歉的说道 妈 小天没有错 她就是小孩子贪玩 实在不行 这婚我不解 啪 柳如烟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狠狠的挨了一巴掌 你给我住嘴 今天这婚 你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认识这么久以来 丈母娘一向都是温柔和善 我是第一次见她发这么大祸 还动手打了人 姐姐 妈妈好吓人 我害怕 柳孝天这小子居然呜呜的哭了起来 妈 你看小天被你吓成什么样子了 说着柳如烟不顾还穿着的婚纱 蹲下来抱住了她弟弟 六十斤的小孩 居然就这样被柳如烟抱在怀里 我的被烫伤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柳如烟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说过 看着眼前的她我觉得好陌生 谈恋爱的时候 柳如烟大部分时间都很正常 温温柔柔的 只有谈到柳孝天的时候 她会突然变得很激动 不允许我说她弟弟的一句坏话 我之前还笑话她是宠地狂魔 如今看起来 她不仅宠地 恐怕以后还会伏地 这样的女人不娶也罢 要不 今天就这样吧 柳如烟 咱们不合适 婚还是别结了 打定了这个主意之后 我突然放松了下来 哇 太好了 姐姐不用结婚了 姐姐可以一直陪着我了 柳孝天兴奋地跳了起来 原来她一直都在装哭 好啊 不结就不结 柳如烟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看不出半分伤心 小李啊 我这闺女爵 你可别当真啊 这婚该结还得见 丈母娘 哦 不对 柳如烟的妈妈还想来说话 阿姨 这红包我先给你 改天咱们约时间 把彩礼和礼品的钱清算一下 我和如烟不合适 我先走了 我将刚收到的那个大红包 塞进了柳如烟妈妈的手中 带着哥们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 我将婚庆公司的事情处理了一下 租车的钱加上赔偿费用 一共要五万块钱 我将这些清单发给了柳如烟 租车我们一人一半 这修车的钱 要他们柳家付全责 柳如烟倒是什么都没说 直接把钱付了 还算她有点良知 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做法 尤其是在看到我背后的伤之后 更是大骂柳孝天 当时我和柳如烟认识不到两个月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半年之后就决定要结婚 父母觉得有点着急 可是柳如烟那边催得很急 柳如烟说是他妈妈急着抱外孙 我也没往别处想 现在总觉得有点地方不对劲 他妈妈宁可少要彩礼 也要暗示结婚 难不成怕自己女儿嫁不出去 但是这柳如烟长相不错 又是大学毕业 工作也稳定 怎么看 也不应该这么恨嫁 难不成 另有隐情 我正在胡思乱想 听到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 原来是柳如烟和他妈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说一周后谈吗 我们都冷静一下 我不冷不热的说道 哎呀 小李啊 我这不是给你带好消息来了吗 你能等一周后 可如烟等不了了 柳如烟的妈妈说着就往屋里进 身后的柳如烟也红着脸 跟着他妈妈进来了 好消息 你家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柳如烟之前那样对我 现在又怎么肯去尊上门呢 娘俩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心里嘀咕着 你们怎么还找到家里来了 我妈从卧室出来 一看是这母女俩 脸立马拉了下来 大姐啊 那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 我这不是带着孩子 跟您陪不是来了吗 还愣着干嘛 快喊妈啊 柳如烟妈妈扯了一下身后的柳如烟 哎 等等 等等 这婚都不结了 还喊妈干嘛 我可担待不起 我妈赶紧阻止 柳如烟一脸尴尬的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你看看 姓家母啊 这话就不对了 你就算不想认柳烟这儿媳妇 难道你连自己亲孙子都不要了吗 此话一出 轮到我和我妈傻眼了 你说什么 孙子 如烟怀孕了 我惊讶地问道 是啊 小李啊 今天早上刚查出来 我就马不停蹄地来告诉你们了 柳如烟的妈妈满脸喜色地说道 不可能啊 怎么会呢 我喃喃自语道 看你这傻孩子 你和如烟都是年轻人 一时冲动我也理解 这有孩子了是好事 正好双喜临门 柳如烟妈妈接着说道 哎呀 如烟快坐 还站在那里干嘛 这头三个月啊 最不稳定了 我妈一听有孙子 慌得赶紧让座 谢谢阿姨 柳如烟事实然地坐在了沙发上 一个月之前 柳如烟突然提出要去旅游 两个年轻人凑一起 干柴烈火 我没有把持住 不过 我怕闹出什么岔子 可是全程用套了 按理说不应该啊 你愣在那里干嘛呢 柳如烟轻轻地拽了我一下 不是 咱俩那个时候 有安全措施 不应该怀孕的 我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李一杰 你什么意思 和我睡了还不认账 那我肚子里的肿是谁的 柳如烟一听就翻脸了 你如果不信 咱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做完亲子鉴定 我就要把孩子打掉 柳如烟说着就要拿包走人 哎 如烟啊 别听他的 这孩子打小就不会说话 他就是突然听到好消息 有点懵圈 你和孩子可都得好好的 我妈赶紧拦住了柳如烟 我在网上查了又查 又问了当医生的朋友 被告知安全套也不是万无一失 估计那天就是不小心中招了 我努力说服了自己 由于柳如烟意外怀孕 我只能妥协 将结婚的事情再次提上了日程 柳孝天不是个东西 我婚后少去他家就行了 惹不起 夺总行了吧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可是没想到 这婚还没结 一个惊天大炸弹落在我的身边 像我累了个外焦里嫩 这天 我开着车去找柳如烟 我俩商量好今天去产检 还没开到柳如烟住的小区 我就在路上看到了一对男女 正在拉拉扯扯 男人看起来有四十来岁 高高瘦瘦的 而这个女人只有二十岁出头 长得非常漂亮 她正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如烟 你再给我一年时间 就一年 我一定会跟那个黄脸婆离婚的 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离开你 我就不能活了 男人在一旁苦苦哀求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马上结婚了 你不知道吗 柳如烟甩开了男人 什么男朋友 那就是你找的一个键盘侠 我见过那男人 又错又丑 他怎么能配得上你 你都没有离婚 我怎么嫁给你 你让我当小三也就算了 可肚子里的孩子呢 他可是无辜的 柳如烟一边哭 一边朝男人大喊 什么 肚子里的孩子 柳如烟的孩子 居然是这个男人呢 我顿时感觉自己的脑袋绿油油的 女友怀孕了 孩子不是我的 更可笑的是 我还争着给这个孩子当爹 我就说了 柳如烟看着挺寒序的一个女孩 怎么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那么主动 感情是想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啊 我真是的大傻子 我爸妈还在家 欢欢喜喜地给亲朋好友打电话 此刻我恨不得扇自己俩大耳瓜子 柳如烟一家人也太过分了 我怎么这么笨 都想不到这一点 这就能解释 为何柳如烟的妈妈 那么着急让我俩结婚了 作为一个母亲 她肯定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当小三 而且那个男人 都能当柳如烟的爸爸了 她更不想让女儿 不亲不楚地生下已婚男人的孩子 所以就需要我这个冤大头出来顶包 也就是说 柳如烟在和我谈恋爱期间 还和那个男人联系 并且还怀上了孩子 看似简单清纯的女孩 居然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 打死我都不敢相信 幸运的是 我的车送到4S店维修去了 今天开的是我爸的车 车窗上贴的是房头规模 所以这对男女 压根不知道 停在路边的这辆车里 坐的是我 半个小时候 俩人终于分开了 听完了墙根 我开着车子扬长而去 半路上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被我一下子挂掉了 李杰 今天要去产检 你怎么还没来 柳如烟给我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我有失去不了 你自己去吧 李杰 我肚子里可是你的儿子 你如果不想要他 我现在就去打掉 呵 还威胁上我了 我将柳如烟的微信拉黑 火速回到了我家 我将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爸妈 二老气的要去找柳如烟 这柳家人 可是我们小杰一个人坑啊 有那么个败家儿子 不说 还有这么个不检点的女儿 这柳家的教育有问题啊 我稳住了爸妈 让他俩的火气降了下来 现在去找柳如烟 也没什么用 除非去做亲子鉴定 还没等我想出好点子 当时的媒人 介绍我和柳如烟认识的余大妈 又找上了门 小李啊 你这是做的不厚道啊 人家小柳这闺女都怀孕了 你还不准备婚礼 还等肚子瞒不住了再结婚吗 余大妈上门就开始数落我 你看看你这条件也一般 人家小柳那么好个女孩 她都不嫌弃你 你还不抓紧时间 还和一个七岁的小孩子计较上了 真是不懂事 听听 这柳家人在背地里 说不定怎么编排我呢 余大妈 肯定也是柳如烟妈妈找来的说客 我家里人已经通知了一半的亲戚 这次的婚又泡汤了 我们一家人的脸都丢光了 余大妈这一通数落 又把我爸妈气得够呛 既然这样 我也不能让柳如烟这么好过 我心里打定了主意 余大妈 这样吧 你告诉柳如烟 让她叫上亲戚朋友 我们先吃一次饭 把上次的误会解释一下 再把婚礼的事情商量一下 你看怎么样 余大妈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高兴地走了 好戏马上就要上场了 六 到了聚会这天 我早早地来到了酒店 柳家的人已经到了 看来他们真是迫不及待 把女儿嫁给我 小李啊 你父母怎么没来啊 柳如烟妈妈问我 我爸妈当然不能来 我怕他们被你们气出个好歹来 今天 我们家这边 只有我一个人 他们去买点东西 等一下就过来 我找了借口搪塞过去 砰砰 打死你这个坏蛋 我还没来得及坐下 就被喷了一点的水 原来是柳孝天拿着水枪 对着我乱喷 小天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许跟你姐夫胡闹 柳妈妈一把将柳孝天的枪 抢了过去 还给我 我就要打这个坏蛋 谁让她要抢走我姐姐的 柳孝天拿到了水枪 再次对准了我 妈 小天跟她闹着玩呢 经过了婚礼那天的闹剧 柳如烟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她是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有多坏吗 或者是说 她明明知道 只是故意纵容 我劈手夺了过来 用力一折 将塑料枪折成了两半 啪 我将两半塑料扔到了地上 哇哇 谁让你弄乱我的枪 你赔我的 柳孝天哭着让我赔 李杰 你用得着这样吗 跟一个七岁小孩抢东西 真有你的 柳如烟也生气了 见我无动于衷 那柳孝天居然跑过来套我的兜 不赔我的手枪 就给我买枪的钱 不过 她的手刚进我兜里 就惨叫一声 啊 老鼠 救命啊 姐姐 老鼠 她大叫着钻到了柳如烟的怀里 我往那一看 柳孝天的脚下 有一滩湿漉漉的水 这个熊孩子 居然被吓尿了 是的 是只老鼠 还是我专门给这小崽子准备的 那天柳如烟无意中说了一句 她弟弟最害怕的就是老鼠 于是我就买了一只小仓鼠 放在了自己口袋里 我还没想好怎么吓唬她呢 正好她自己送上门来了 李杰 你这么大个人了 还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真是没教养 柳如烟发现她弟弟尿裤子了 气得嘴都歪了 才七岁的孩子 就这么坏 这才是有人声没人教吧 我反唇相机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句话 柳如烟和她妈妈的脸色都变了 这一切 都被我看在眼里 我心里也暗暗证实了一件事 好了 好了 我包里有条裤子 如烟 你带弟弟去换上 咱们等一下该说正事了 柳妈妈出来打了个圆场 不一会 柳如烟姐弟进来了 俩人看我的表情 像是要把我吃了 这才哪到哪啊 好气还没上眼呢 小李啊 你和如烟的婚礼定的哪天啊 柳如烟的大姑问我 不着急 这是大事急不得 可是我听说如烟都怀孕了 你们可得抓点紧啊 要不肚子大了 穿婚纱就不好看了 大姑 如烟肚子里的孩子 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我可不想当接盘侠 我故意提高了音量说 李杰 你这话什么意思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赖账不成 柳如烟质问我 你自己做的事 你心里没点数吗 柳如烟咄咄咄逼人 我自己做的事 我当然有数 你肚子里的肿 肯定不是我的 现在这年轻人啊 真是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 我们如烟一个黄花大闺女跟了你 你可不能没良心啊 柳如烟妈妈在旁边敲打我 是啊 你这小伙子 看着挺老实的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现在的男人 真是没个好东西 如烟真是看走了眼 柳家的亲戚们对我疑问纷纷 各位叔叔伯伯 阿姨大娘 请大家稍安勿躁 别急着下定论 请看大屏幕上的VCR 我将手机和包厢里的大屏幕 连到了一起 大屏幕里播放的 正是柳如烟 和那个老男人拉扯的视频 由于当时离得近 所以音频和视频 都非常的清晰 李 李杰 你怎么会有这个 柳如烟话都说不利索了 哼 这算什么 我不仅有这个 我还有你和柳孝天的亲自鉴定结果呢 如烟啊 这事就是你办的不地道了 这小李是个老实孩子 咱不能坑人家 这孩子 平时看着挺单纯的 怎么还当人家小三啊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呢 怎么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啊 亲戚们的矛头都指向了柳如烟 柳如烟的妈妈 此刻的脸色精彩极了 她先是愤怒 再是难堪 接着她一个巴掌 甩到了柳如烟的脸上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就是让你给别人当小三吧 妈 我怎么了 我就是想生下这个孩子 我有错吗 柳如烟捂着脸 哭着说道 什么 你还想生下这个孽种 你干脆拿刀把我杀了算了 妈 你别逼我了好吗 你再逼我 我就死给你看 这时候 柳孝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她一口咬住了柳妈妈的手 而且死不放口 小天 你在干什么 快点松口 柳如烟也吓坏了 谁让你逼我姐姐 我就要咬死你这个老太婆 柳孝天终于松开了口 柳妈妈的手被咬得血淋淋的 这小子 下口还真狠 不知情的人 还觉得这姐弟俩感情真好 其实 呵呵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和你 和你姐姐真相 柳妈妈咒骂道 我们家被你搞得乌烟瘴气 你现在高兴了吧 李杰 柳如烟转头问我 什么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好吗 你们一家人愚弄我 把我当傻子一样玩 现在反倒怪我头上了 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既然这样 我也没必要对你们客气了 我将手机里的视频快进 在最后 有一张亲子鉴定书的照片 在座的亲朋好友们 瞬间都变了脸色 李 李杰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柳如烟话都说不利索了 自从我见过柳如烟姐弟的相处模式之后 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姐弟 而是像母子 这个感觉 在柳如烟纵容他弟弟为非作歹的时候 达到了顶峰 知道柳如烟的破事之后 我又找借口来过柳家一次 并且拿走了柳孝天的两根头发 我找到机构 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果然 我的直觉是对的 柳如烟和柳孝天 根本不是什么姐弟 而是母子 之后 我又找媒婆与大妈打听了一番 终于将事情捋清楚了 原来柳如烟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休学了一年 说是身体不好 按照柳孝天的年龄推算 柳如烟休学那一年 应该是在家生孩子了 柳如烟找的那个男人 我也打听过了 他是本市知名企业的一名高管 正是七年前调来本市的 和柳孝天的年纪正好对得上 以他的身份 自然要注意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和柳如烟结婚 于是 柳孝天就成了柳妈妈的儿子 柳如烟生了一个儿子 却多了一个弟弟 听听 有多荒谬 柳如烟大学毕业之后 不肯去外地 留在本市找了一个工作 不仅如此 他还拒绝找对象 原来柳如烟和那个老男人 一直藕断丝连 柳妈妈这才急着 要把女儿嫁出去 怪不得柳妈妈宁愿降彩礼 也要让女儿肯快嫁人 怪不得媒婆说 柳如烟连个恋爱都没谈过 其实不是没谈 而是压根剑步的光 而那柳孝天自从出生以来 就一直被姐姐无限宠爱 已经变得无法无天了 他听到自己的姐姐要出嫁 就千方百计的想阻挠 更可笑的是 我们俩在婚礼上闹掰了之后 柳如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 柳妈妈担心女儿又犯傻 于是就找没人来说谎 千错万错 他们不该说谎 你是我妈妈 柳孝天虽然年纪小 但是不傻 小天 对不起 是妈妈骗了你 柳如烟搂着男孩哭道 真是造孽啊 造孽啊 柳妈妈将头扭向一边 不想看到这不堪的一幕 那我爸爸是谁 柳孝天突然问道 你爸爸他 到底是谁 妈妈 我要我爸爸 柳孝天见柳如烟不说话 开始哭闹起来 爸爸 我的爸爸在哪里 我要找爸爸 还找爸爸呢 自己妈妈是小三 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 一个亲戚嘟闹了一句 没想到 这句话激怒了柳孝天 你才是小三呢 你个死老太婆 柳孝天恶狠狠地 看着那个大姨说道 我又没说错 这孩子真是没教养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亲戚说着就要离席 可是没想到柳孝天 向那大姨猛扑了过去 大姨捂着肚子 倒在了地上 柳孝天不知道 从哪里拿了一把小刀 将大姨的肚子捅了一刀 现场一下子乱了套 有报警的 柳家救护车的 而柳如烟 则是捂着头肩叫着 柳孝天见闯祸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吧 这场闹剧 最后以这种结尾收场 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还好那个刀子也比较短 大姨虽然受了伤 并没有伤到关键部位 柳孝天年纪还小 不用负行是责任 但是那个大姨 平时就和柳家不太对付 借此机会 狠狠地敲了柳家一笔钱 柳家为了赔钱 还卖了一套房 而柳如烟一家人 也从此开始臭名远扬 亲戚们不仅不理他们了 连邻居见了他们一家 都离得远远的 没人与大妈还来到我们家 给我妈赔礼道歉 她说自己不知道 这柳家人居然干出这种肮脏事 她还说 那个男人的原配老婆 听说了这件事 找到了柳如烟的单位 将柳如烟的脸都给挠花了 柳如烟被单位开除了 现在在家连门都不赶出了 这还不算 原配还实名举报自己的老公 乱搞男女关系 那个男人 被公司通报批评 估计职位不保 柳孝天因为屡次在学校 和别人打架 也被学校劝退了 现在柳如烟的妈妈 正在到处给她找学校呢 我在一次团建中 认识了一个叫做阿元的女孩 阿元长得虽然不如柳如烟漂亮 但是她善解人意 最重要的是 她对我很坦诚 这天 阿元肠胃不舒服 我陪她去医院看病 正好遇上了一个 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人 闪开 快闪开 医护人员推着那孕妇 从我眼前飞快走过 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 脸色惨白 还不停地呻吟着 身后跟着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柳如烟的妈妈 而单架上抬的孕妇 正是柳如烟 我在诊室外面的走廊等阿元 两个医生正好从手术室走了出来 刚才那个女患者太可怜了 都怀孕八个月了 硬生生地被踢得流产了 是啊 据说还是她的大儿子踢的 这下好了 不仅孩子没保住 大人的子宫也没有了 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怕 那极度心强的 那个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这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无限纵容孩子 最后报应落到了自己身上 不知道柳如烟母子俩 以后要怎么自处呢 不过那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我当务之急 是照顾好我的女朋友阿元 亲爱的 你想什么呢 阿元从整室出来了 没事 我在想中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呢 我搂住了阿元 那你这么说 我可得吃点好的 现在我可不是一个人了 阿元调皮地看着我说道 啊 什么意思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哈哈 你好笨啊 是我怀孕的意思 是你要当爸爸的意思 阿元拍了一下我的头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被突然的惊喜冲昏了头脑 当然是真的了 化验单还要假 阿元将一张单子扔给了我 原来阿元不是肠胃病了 而是怀孕了 这次我真的要当爸爸了 全文完 我用来的手下人了 我们下来的手下人了 我用来的手下人了